你好 我們在這裡住了兩晚 我們今天會乘下午兩點的船回寶吉島 這兩天曬得很傷 額頭和鼻子都紅了 這個島是好像未被開發的島 真的好像鄉村一樣 這裡不會有太多娛樂 除了去沙灘曬太陽 或者自己去看書 基本上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很適合喜歡安靜的朋友 或者想來避世的朋友 因為它跟布吉島完全不同 布吉島是很商業 很多遊客的地方 除了沙灘曬太陽 你都說可以有其他商場 逛街啊 有戲院看啊 有超級市場啊 這裡真的是一個農村來的 最多是兩間7-11 沒有其他超級市場之類的 但是也是值得來玩的 因為那個湯尾沙灘真的很漂亮 應該要來看一下和拍照 還有喜歡靜的朋友 真的很適合 如果想不喜歡好像布吉島 這麼多遊客的 靜靜的 這裡真的太適合了 那我們就玩到這裡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去到碼頭了 碼頭就是我們下船 同一個碼頭來的 我現在就駕駛了電單車 進船上 讓我們先去賣飞 其實不用先買好飛 因為他開了船後 會有人來檢查票 或者到時才買都可以 我們來的時候 發現原來 泰國人和外國人的價錢 是不一樣的 我今次回去的時候 我就試試假扮泰國人 我也 懂少少泰文 來了一年 我們也有上泰文課 我就用泰文 跟他們買票 結果他們真的以為我是泰國人 便宜了100元 應該就不能假裝了 因為他的樣子 擺明是外國人 他也是原價 我們今次搖亞島的旅程 就完結束了 我們已經回到布吉了 我們會計劃一下 下次再離開布吉 去看看哪裏其他地方玩 再拍片給大家看 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見 拜拜